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般企也是我在野狐八段的對局喔 那我是拿白的 一開始黑企下錯小木之後 我下面是走星小木啊 那喔 左邊他很快的來 掛我這個星位 有點想拖先啊 喔 走個右上反掛好了 因為他這個小木是面對我這個方向啊 我覺得這個掛好像還是蠻大的 欸 他這邊就走一個D拆2喔 哇 這部騎直接這樣拆蠻少見的耶 因為拖完好像白騎這邊可以點完拖一個去利用 喔 他走并 走并還可以 如果他擋我拖完虎一個蠻舒服的 不過并的話我好像就是減一個之類的吧 減一個 感覺黑騎他這個騎警他可能自己下多了 由他自己的理解 可能他比較喜歡實控之類的吧 也沒什麼不好 我覺得 每個人喜好不一樣都是可以選擇的 每個人起風不一樣 他這邊是不是有備而來啊 點刺完這樣子夾喔 哇塞 這感覺對方有研究耶 是不是踏進 對手的這個陷阱當中啊 會嗎 我感覺還好吧 應該都可以下 反正就下下看 這邊 嗯 我這四顆應該也不算太收工吧 但是要不要逼一下 應該是可以啦 左下其實也蠻想回去下了 不過想說 現在旗子都在右邊走 想說還是跟著 再逼一下 這邊貼起來 確實也是大旗 不然我往前飛真的蠻海闊天空的 嗯 走這個嗎 虎他搬我要下什麼 斷上去 應該太狠了 太兇了 不太可能 虎完斑的話 打吃完退 打吃他在打吃 唉 有點不太會下欸 虎的話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還是我就直接先打這個好了 我覺得也是可以 跟他虎被他斑 有點不知道下什麼 怕被他越走 他他越走越多 然後我我都虧在裡面 再跳棋喔 跳棋我蠻想再掛的 要不要 不掛這邊他地角 也是超大的一手棋 這邊雖然也蠻想這樣走 不過這邊暫時也還好吧 白棋 他拿我沒什麼太好的辦法 我覺得要掛吧 搶一部掛看起來是太大了 不然他這一排真的 就地個角這樣感覺特別可怕 這時候走一個二間低甲 嗯 嗯 他周圍指令也太多了吧 這樣子 我該怎麼去下呢 我平常都會走這種大跳的東西啊 但是大跳他只有如果跟著小跳 不知道欸 會不會很孤單啊 我 這時候會不會有點想要來一個場合下法 他這邊很厚 然後我靠上去做利用 沒怎麼下過這種棋 還是算了 我看我還是 下比較相對熟悉一點的 這個靠感覺 沒什麼把握 譬如說他這樣搬完藏起來是什麼的 不是太有把握 他這時候直接走一個靠 確實 這時候他可能會下更兇的下法 嗯 嗯 我覺得一整半啊 他應該會退 我就碰一個 騎形上碰一個 如果再走這個場感覺 他會斷上來了 哇 哇 這盤棋總覺得 有點沒進入自己熟悉的步調 但也沒關係啊 我們就 見招拆招 如果這塊能處理的好 我覺得白其實不錯 因為右邊這邊 發展性是還OK 而且他這一排如果 對線不了太多東西 我覺得白其實還可以 不過他現在眼見的左邊這一吃 他左邊發展已經 蠻好的了 不過我們這邊也只能先長 那長丸他如果吃 同樣敲一下丸 上面斑還是虎之類的吧 喔他用長的 用長的 用長的喔 用長的我覺得會多一點味道欸 這邊如果用斑的 他有可能跟著斑喔 就是將來啦 不一定馬上 斑他跟著斑後吃出來 這邊會變成有一個 衝過來的問題 好像不一定有虎好欸 我感覺上 因為虎丸 反正他就算退 我至少這邊也可以進去 喔想說 這一塊安尾 基本上是非常OK啦 那接下來棋局 還是就慢慢來吧 也不用想太多 走這個我靠哪邊呢 靠這邊 靠完長 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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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完也可以靠 不然我靠這邊好了 把棋局相對打散一下 他如果走這邊我就擋完之後靠 他實在單點喔 欸單點33 感覺黑棋方向不是太好 還是他現在要沾呢 喔還真的沾 被我料中啊 他都給你玩一些不太熟悉的東西啊 我本來想說他如果爬回去我這段就很舒服 他顯然不會 給你有這個機會喔 他這時候會不會走一個班喔 哇真的都在玩一些你不熟的東西欸 不過其實我個人算是 定時真的是我的一個 比較差的部分啦 所以我定時不會的比較多 不過這個我印象中應該是班啦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班這個 那他如果 我在爬的樣子 爬他跳 然後我靠一個 我印象中我看過類似的圖 他虎然後我爬完靠 他幫我挖完長 然後他踢掉我在貼什麼的 我印象中我看過這個圖啊 如果我講錯我們就回頭 復盤再 再改正一下 碰一個 好 憑藉著我僅有的印象來下這個 欸 喔他打吃氣掉了 這樣子喔 那我沾也還行吧 打吃氣掉 喔這也是一圖是不是 這我就 這我就比較不知道了 左邊很空虛欸很想進欸 敢不敢這樣啊 9 不過他這個奇形我覺得 蠻薄弱的欸 5 4 3 2 1 要不要給他來這個啊 還是 有沒有可能應該直接碰上去呢 我覺得好像直接碰上去比較狠 實戰這個我覺得好像有點軟 啊我應該碰上去才對 對我這個應該碰上去會比較 然後 對他比較威脅 9 8 7 6 5 4 3 2 1 喔有點不會下 喔下這個 這個 跳個1 真的下一步再踩2 哇這個跳1 天啊不像好奇 9 8 7 6 算了算了 趕快搭個小堡壘 我覺得這邊我一定有更好的下法啊 下成這什麼鳥 第一手就碰上去我覺得也不錯 實戰這樣真的是蠻鳥的 算了算了有個拆2也 也 也算能及格吧 有個拆2算及格吧 恩 這個打吃 不過他這邊真的是走後了 我其實不太想讓那邊走後 7 打完好像也不太敢尻上來 4 3 2 先藏上來好了 他不知道會不會回吃這個 因為我這個貼出來我覺得他也挺薄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會回吃啦 欸 用肩頂的 喔他可能想說飛對我上面 不知道有沒有先手 我覺得也是有可能 9 8 7 欸對欸我剛剛這手好像不要長啊 我把這個貼起來好像更爽 3 2 1 哎呀後悔莫及啊 我這邊其實沒有必要長這個 這個 不打 算了後悔也沒有用啊 我們就是 慢慢 再下 這很想看能不能直接把兩顆吃掉欸 8 6 5 4 3 2 1 哇這才20秒 打吃 這 這手打好像也燒 燒虧啊 糟糕 這打吃完我要是不敢照 那我 我就虧爆了 9 8 7 6 5 4 3 2 1 把他拿一下啊 不會下了 這我敢照嗎 貼來 貼我再來 貼我再來 他下這個 是 是 是何用意 這我敢不敢這樣 9 8 我這邊吃掉也很薄 算了 他下了蠻多起 其實我 都有點不太能 看懂 我其實有點看不太懂 像他剛剛這個 飛啊這個打吃好像都有點稍微奇怪 這板起要是我這兩塊處理的好 我覺得白起應該是蠻不錯的 因為他剛才左邊玩的這一串 他鎖的也只有這一塊而已 那白起 反而自己也走的還OK 這好像真的可以照耶 我剛想了 想了半天 但就是怕他這個打吃啊 所以我跑去搬一下 這打吃先手好像有差耶 如果這個打吃不到的話 他應該是跑不太出去 要是我計算沒失誤的話 對啊 這看起來 如果他這兩顆被我吃掉 那真的是 可能棋局就 就蠻拼的喔 可能就要來右邊這種亂搞了 因為我這兩塊如果吃通 那木又多 棋也厚了 那真的黑棋就比較艱難了 不過 還是得看他這邊怎麼玩啊 這樣貼完貼的話我直接搬住 這邊跳完 充斷 裡面氣太少 這打不出來 看起來真的只要用這個啦 不過打完我這個體很舒服 他那整個叫了 還會被我這樣打回去之類的 就是打結我可以把他打回去 欸 這麼乾脆啊 氣 他絕對不行就氣掉了 這張我有點想補一個欸 9 8 7 補一個其實蠻大的欸 5 4 3 2 這我有點想補一個欸 我覺得其實補一個蠻大的 不過這樣子他右邊就輪他先動了 喔 打進來了 我想說留這個打吃跳的味道也不是很舒服 想說還是補掉 不過這邊就輪他先動了 他這個可以脫過 不過應該不會馬上下 欸我這個是不是有點太優勢心態 不過有時候我看絕翼還是什麼AI之類的 他有時候真的就是 會走這種自博的旗啊 但是 有時候我們人類可能化虎不成反類犬 這個虎豬應該是很大啊 他剛才沒有嚕一下 不過嚕我可能會雙啊 這邊跟他拖會有影響 好啊那這樣子就是一個交易了 雙方各走一些 不過我現在這邊蠻薄的 但是這個段也很大很想下 要先搶嗎 好啊 好啊 嚇一下 這一下應該嚶得到 嚇這個 他應該會沾啊 跟等一下尖之類的也許有些便宜 還是他現在不走了 不走我衝一下也是很大 應該不會不走吧 我這衝一下他整塊薄薄 喔他是在想要用虎的 對阿 我這時候長也是有點問一首 他是要沾還是虎的問題 他用虎的話 那對我這邊明顯是有意思阿 想要搞出來 我看我飛一下好了 這時候本身價值也是蠻大的 但是他看起來好像還是會想貼阿 還須一戰 飛碗主要還有尖 然後這邊有充斷 所以應該會斷右邊 後續還可以剋掉這邊 所以也蠻大的 那我是想說斷的價值稍微變小阿 因為主要是下一步這邊沒有點 因為我現在可以尖一個 就把他防掉這樣 稍微把他防掉 因為他現在是用虎的 如果他剛才用沾的 我這個尖就是 絕對後手 這樣子至少我這邊還有一個這樣 可以吃一顆 當然這個都很細小的問題阿 絕育可能會想說阿你想那麼多幹嘛 沒必要之類的 這個他好像會斷上來 這個拖 不過斷我好像就打下面沾回好像也還好 喔他也沒斷上來 這個 這個沾大嗎 9 8 7 8 7 8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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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丸能壓到嗎 壓他會不會跑這個 這三顆不太想被他跑出去 我還是先打好了 打的話他如果要跑那我至少可以把他踢掉 順便把他打中他沒必要 走這個那我踢了吧 擋回 那我這個其實還是有點 搬一下 不過我剛才想衝完斷右邊如果他硬吃 我打算藏出他這邊一跳 這樣子我爬完再爬之後 打二魯應該是可以度過所以他不行 這樣應該還行 欸這不走啊 這個爬我覺得很大 這個他不走 不過他這個拉回也是不小 順便防一下這個嗎 嗯 上面 上面我要考慮一下我先爬上面我 其實我還在考慮有沒有可能要打他 打進去 走這個我斷不了 好 斷不了也能夾 不夾他有可能等一下就搬掉 補掉了 9 8 7 6 5 4 這時候夾他一個他是不是挺舒麻的 他裡面齊行不是很健康 喔不過他可以貼掉這個是吧 那可能還行 他可能要貼這個 喔秒貼 看來他也是有看到 我斷他他可能接著斷是嗎 8 7 他應該會接著斷 欸夾了 夾的話他他這樣子要忍 忍一下嗎 要敲這個 喔不敲 那我就可以尻一下 尻掉還是蠻舒服的 這邊我應該怎麼下呢 打入嗎 我覺得我還是應該打入啊 因為仗著自己中間這邊也算厚吧 所以這也是我剛才說 這我前面有補的好處喔 就整個那邊都走後 那 對將來外面的戰鬥也是有幫忙的 喔他直接先手補掉 但我還是要著進去好 我就是 強調說把他抓出來 讓他變薄 對啊像是我有貼這部之後 這邊整體他都 沒有太多利用了 不然本來鬆著氣 就算他跑不出去也還是有很多利用 他這還是要拐出吧 不拐出感覺他空不夠 現在的木是怎麼樣 可能也還早 還是要看上面怎麼定型 貼 難道他要這樣硬悶死我 不太像吧 這幾碗段貼我一路點 欸 還真的給我來這個 想要悶死我 好像有一路點 直接斷就死了 直接擠斷了 他應該不敢再沾下面了吧 沾完貼我這一路點 好像也沒有打結 如果斑沾他硬做一個 好像有打結 先跳這個 喔這有東西喔 衝的話 來 哇這有東西喔 等一下好像沒事是吧 看一下 打吃打吃 再衝我可以硬撲死 這好像是 好像是一口肝 是嗎我再看一下 接完打吃 打吃衝我可以撲 不過他這我先撲 尖這個 尖這個又是啥東西 接住 接住沒事吧 這好像是幻術而已吧 他只要這個沾不出來 他只要這個沾不出來 那這個 利用兩下 那終歸 終歸還是還是沒有多大用處 7 6 5 4 3 2 1 最後還是沾出 那我斷呢 中間這顆不像能吃得掉 貼我就一路點 Q Q 再看一下 一路點應該沒事吧 頂有先手 不過中間還是吃不掉我 好 點下去了 這如果看錯也只能認了 計算不夠精準 應該是沒看錯吧 對啊 頂先手對我中間也沒用 退這個先手而已 不過退沒有收到氣 所以還好 好 他退了 衝一下嗎 衝一下不知道我們便宜 好像也不見得 算了 單點就夠了 好 上面五顆抓掉的話 現在實地應該不錯 那接下來就 盡量多走走後 點這個 好 還想要搞我上面這整塊 衝進去 還是先沾好了 他爬的話好像衝不到這一下 會不會他頂 對這個是比較麻煩 比較討厭的 他爬的話我好像衝不到 他頂完斷的話 我接他度過我鋪完立下 這邊沒有接不歸的問題 他可以一路肩過 所以我這邊可能就單挑一個吧 單猴一個就 先手連 算先手連弱嗎 因為他這邊應該也會沾一個 不沾的話我隨便衝完鋪 他這邊 沒有多少木了 這個有點雙先手 這邊他本來可以 其實應該也擋不到 所以我現在把他爬掉 9 8 7 不然他等一下擋他變成先手 雙先手把它收掉 跟這邊應該也沒關係吧 還是要注意檢查一下 這樣我中間把它圍起來 這樣子坐眼 順便帶著一些木 這樣全局基本上都很厚了 那木術我覺得白棋應該也是還行 上面是沒點死 好白棋的優勢應該是不小 哇還要夾 不要跟我說我擋你要鋪進來吧 不要跟我說我擋你要鋪進來吧 這也這也 這也太嚇人了吧 他可能真的是要鋪進來是吧 5 4 3 真的往裡這樣送嗎 好 到沒有 他想看我可不可以縮回去 縮回去 優勢有到這麼大嗎 9 8 7 6 還是我縮在這裡 4 3 不然我縮在這裡補 他如果真的要這樣弄 我還可以坐眼 好像沒便宜 還倒不如縮在這邊 將來還有幾 好像是 還不如縮在這裡 沒必要 好吧沒差下了就下了 好像全局也沒有多少大關子 這個沾好像還不錯 順便威脅他要把我這個吃下去 上面那個打拔也蠻大的 5 4 看我先沾這個好了 看起來是還不錯 他如果不吃我 我沾回他整體 非常薄 這邊有個沖這個 也可以 不過我覺得打拔好像是比較大 將來還有斑的一路關子 非常不錯 中間雖然很空曠 但是這個基本上是 算公園地帶 公園地帶 公園地帶就是大家都圍不起來 圍不太 圍不太出什麼東西 我剛剛這個團真的沒必要 我還不如 還不如補在這邊 他這邊現在是要弄我這個 這就老實一點吧 十地 這起應該比較偏向盤面勝負了吧 可能他要貼出木確實是 比較困難 跳風我 那我剛剛反正我這個下面也補了 好 就不理他囉 搬這個 搬這個好了 他會不會硬擋上來 他好像想在這邊圍一些木 哇真的要圍 圍這個東西我覺得 他的效率不高啊 而且他這個起是不是被我衝斷了 他這個起好像會被我衝斷了 其實我去打他上面應該也可以啦 不過 想說這邊潛力還是把它破一破 不然以免他 這個肚子真的圍特別大 那這樣我也不行 這種中腹之所以不好圍就是因為 你圍的過程當中別人藉由傾銷你 他自己也可以呈一些木 像他現在為了圍這塊 那我假設能吃掉他這個 那我這裡也可以長好幾木 那一出一入之下 其實他能圍的就也很有限 他實際下這個 那我這一貼一打 不知道先貼還是先打 他都有點不太好 我就先尻過去了 這邊下一步再斷這個黑棋 也玩不太出什麼東西 哇 硬蹭一個結 這看起來也是 黑棋硬要拚啊 所以沒辦法 他也是蠻拚的 這個我就先提掉 那我看我就搬過來就好了 本來是想斷啊 但是現在斷的話 他有可能硬這樣打死我 不是可能他是一定會這樣硬打死我 所以我就直接搬過來就好了 結稍微連一點吧 那我剛才可能應該先打欸 對不對 貼之前我就先打 問他要沾還是真的這樣硬做結 這樣至少我這邊貼的話 就多一枚結可以用 哇 結果這邊變成他舒服的結材 哇 結果這邊變成他舒服的結材 好吧 也沒辦法 坐在這邊 好像沒什麼差齁 坐回去就算了 這樣我也需要這樣硬弧出來嗎 感覺也是不一定有這必要 9 9 8 7 6 5 我就把這藏回就好了 他現在應該會繼續斷我 那我就 繼續跟他玩這個結 我的結彩也是有啦 不見得說都 都不早結 不過他上面這邊還有好幾枚 確實是他結彩有利啊 9 8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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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時候找這個 我也有可能削 削完再吃這四顆其實也是 也是非常大 不過感覺上也不見得有這幣要吃了 我看我打這個好了 打這個也是蠻大的一手棋 本來想衝這個 但是衝發現它兩個收氣完 我衝它也可以度過 發現沒那麼大 就算了 哇 找不到下哪了 搬一個 欸 領先沒想像中多是嗎 哇 這領先還真的不大耶 中間沒有要我撐了一鍋 它也是蠻有收穫的啊 在中間 好啦 看來剩下也是得認真收才行 不能太隨便 這邊能不能搬完去打上來 9 8 7 7 幾 這個 應該還好 哇 它把這個繼續圍起來 這一手確實也是不小 4 3 2 2 2 慘了 我是不是收得太隨性了 認真收 認真收 不能再 這麼隨性 又貼一個 還可以吃兩顆 9 8 7 6 5 4 3 2 1 兩顆拉回來好了 哇 它中間鎖得真的蠻多的耶 哇 它中間鎖得真的蠻多的耶 我只 我只獲得這個打起來 這起被逆轉 我就真的是可以 就真的是 笑死人了對吧 9 8 7 6 5 4 哇 這個又被它夾到 天啊 我已經開始冒冷汗了 我這個尖道還是蠻大的 等一下喔 它怎麼突然好 有點局面好起來 5 4 3 2 嗯 該認真了 該認真了 頂它一個 問一手 還是這邊可以靠斷 9 8 7 6 5 4 3 2 1 靠一下 這邊是不是可以靠斷 會不會比較好 靠到斷它如果頂的話 挖癡 這邊有沒有什麼鬼東西啊 斷的話會不會比較好 斷它頂 打癡 7 6 5 4 3 好像不會比較好耶 我應該單頂才對 現在頂它肯定會沾 我應該要搶這個 或是搶這個打癡 8 7 6 欸 它挖癡掉了 9 8 7 6 5 那我就打進去好了 該認真啦 不能再隨便亂收啦 優勢真的沒想到中大 優勢真的沒想到中大 擠這個 嗯 一路 二路點完 尖 9 8 7 6 5 4 3 2 1 這邊是有點噁心啊 我把這個先接一下 我把這個先接一下 很想挑進去欸 不過我怕裡面會不會有怪味啊 剛才是不是應該用虎的 這樣子 比較好 9 8 7 6 5 4 3 2 算了 我看我搶這個好了 點我大不了靠回去 擋這個 哇 它還要再拼解是不是 這個 我要提嗎 提好像不見得是最大的 看我打左邊這個好了 怕裡面要收氣啊 這有點噁心 看 等一下可能去擠一個好了 3 2 1 它把它擋住了 蠻想擠打一個 因為我這樣就比較厚 9 8 7 6 5 4 3 2 1 算了 好像也不 不必要現在擠打 除非它真的要點完弄進來 我再去擠打 哇 這起居然被我嚇得蠻陡的 唉 太糟糕啦 不過它現在如果團我一個就挺彈的 不知道要不要回去補 算了 我還是來擠好了 想半天 還是走了這一手 因為這樣我至少隨便就可以打吃飯連回家了 所以 底下這邊就不成問題 7 擠掉 因為它剛才擠進來 應該就是為了強調我裡面一些 噁爛的味道吧 我這個四幕而已 就先不理它 擠這個還是提這個 8 7 6 5 4 3 2 提這個好了 不過我現在劫彩真的是蠻不利的 欸不過我現在多出一些中間衝啊 再提這個 也是有一些劫彩了 喔直接沾這個喔 這麼猛 太想看我敢不敢打上來 這麼狠啊 它為了要拼木是不是 9 8 7 6 5 4 3 2 我就再打這個 繼續考驗它 欸還是它現在是要鋪進來 逼迫我補 那也沒差 因為我現在補這個本身 我就有四幕啦 所以它鋪進來沒有意義啊 7 6 5 4 3 2 好 我看我收這個就夠了吧 跳這個好像沒那麼大欸 欸 它開始收一些怎麼 我覺得怪怪的起啊 9 8 7 6 5 4 現在這邊的東西就不重要了 我剛才本來是想要 怕它說點完併一個我要收氣什麼的 那現在就沒差了 因為反正 它這個點進來自己先虧這邊 四幕 它不可能那樣下 現在改成它在搞中間那個 那我就順便衝一下 它應該木還是比較不夠啦 剛才我好像有點擔心太多 其實應該還好 再提過來 那我拿哪裡當解啊 這個一路打應該還行吧 欸 我這邊有鋪欸 4 3 2 1 突然發現我這邊有一鋪欸 鋪完等一下再打這個 這邊變成有 可以扳下的味道 還是我直接打了 看我直接打也行啊 這樣它如果 沾這個心臟就真的夠強了 因為我這邊有扳 扳完要鋪進去 哇它真的沾了 心臟這麼強啊 心臟這麼強啊 但是它總不可能撐住每一個結啊 這邊也有個結啊 我只要能拿到其中 一兩個應該就可以了 它不可能hold住全部的結啊 拿這個斷當結 把這邊打回去啊 這邊我應該是不太會再去開了啦 因為 這棋應該我還是稍微好一點 沒有必要 這邊我等一下挖也還是結 哇 打結打到有點煩啊 挖這個 這一個 他現在的結彩 也沒那麼好找 搬一個可以 搬一個我只有做言 還是我就提這個就算了 提這個應該就ok了 好啦我提這個就好了 他應該是要沾回喔 哇 還要再搬過來喔 9 8 7 他應該是要沾回喔 哇 還要再搬過來喔 難道他現在要拿這個體當節嗎 他如果拿體當節我可能就斷上去了 拿這個斑碗鋪 這樣他不可能兩邊hold住喔 9 8 7 不過這黑旗也真的蠻拼的喔 他有意識到就是 空可能不太夠然後就 透過這樣硬拼的方式 其實也是蠻值得學習的 真的啦 真的啦 8 7 6 5 4 我順便 我就直接斷上去好了啦 順便問他是提還是立下 立下 立下的話我好像可以直接 欸他用提的 用提的我就更不怕啦 我就直接一路打過啦 原來他只是要提啊 這樣我還可以再搬這個啊 搬完斷他如果斷的話我現在就鋪完沾回 這樣他就不可能兩邊打了 6 5 3 3 2 喔不對有差是可以是可以 他如果剛才斷的話我就鋪完再沾 他鋪了我就提這個 他就算找結打回來 那我再提這個 所以 他結材就很難打得過啦 現在再沾這個 那我再提回這個結 他左下那邊還欠一撲 不過我應該 應該就不會再開進去了 因為我左邊已經把他空都破光了 現在這個局面木輸應該就 他就比較不行了 因為左邊把他打進去 他這個木就差很多 喔那現在鋪這個我就不怕了 反正 反正我就把這個一補啊 對不對 順便救回四木 這樣他沒有便宜啊 順便救回四木 這樣子他沒有便宜啊 當然他是為了打結 順便跟他玩這個 還是算了 看我沾回就夠了 這起木數應該就是差距比較大了 6.5 6.5 那差距也不算大耶 不過他這邊有點多點 這個多點 不過他這邊也有個體的權力 這差距應該還是 他不太夠可以挽回 好那黑騎還是投降了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 剛才的對局 一開始黑騎在右上角 選擇這個二尖跳 那這手騎已經比較少見了 現在常見還是這種尖或飛 那這邊我問一下決議 他是建議說 其實我不用馬上去下 那就左上掛個角 走走定時 這樣子就OK 那實際立刻點的話 這邊 如果說黑騎簡單擋住 那這樣白騎拖完虎的利用 應該是蠻舒服 黑騎這邊 看起來有點重複 那麼白騎騎型是蠻舒展的 那 另外 不過這個騎主要是說 除了像這個擋或實戰的併以外 黑騎也有這種尖的下法 那麼 白騎如果擠上來 黑騎斷打之類的 這後續其實 也還有一些複雜定式 或者甚至黑騎摸這種碰之類的 所以 這個點其實也沒那麼簡單 黑騎就跟著硬珠 讓你利用 所以 這邊要下的話 我覺得好像也是 也是稍微複雜 那也不見得就好 我覺得其實 白騎你拖先的話挺簡明的 因為黑騎你就是自己在這裡 一個柴兒而已 效率 肯定稱不上高吧 而且對我這顆子 明顯也壓迫力不大 因為 相較於尖或者飛 你這樣柴兒對我離得更遠 壓迫力不大 而且就只是自己 走一個柴兒而已 我覺得效率肯定不算好 所以其實就擺著拖先完全可以 好 回到實戰 就下了這一圖 那麼走到這邊 呃 絕衣師叫我說 可以左張先掛一下 再過來逼 不過我實際是 我實際等於單走了這個高的 高位的逼組 那應該也差不多也還行 那不過他在這邊貼的時候 我實際想說 虎會不會被他這邊越走越高 起了一大牌 不太好 不過絕衣師說你就虎完唱一個就OK了 那黑騎呢 他這邊沒有接著貼 走到左張地角 那麼白騎再來壓迫一下 右邊這顆黑子 那麼黑騎自己就地握倒 那白騎就把上面給封住 這樣白騎等於是 這邊起了一大牌 那麼黑騎在下面求火之後呢 白騎可能可以考慮 下面開展一個 也是不錯的 那其中的黑4 他應該是不太會再繼續貼啦 這邊我擔心太多 這邊白5繼續更長的時候呢 他這個貼有點賣右邊這顆子 而且 這邊他貼完之後 其實他自己 還是有一個欠著一個段的問題 他這一排並不算厚 那你這邊越貼呢 反而 等一下被飛過來之後 這個 這個騎可能會 比較有不好 有不好的影響 所以這個貼 黑騎應該不會出手 好 回到實戰 那再來是左上定時的部分 那我這裡實戰靠的時候 決定認為黑騎這個斷不好 他應該走這個斑 那斑 那斑後續呢 白騎長 黑騎打吃 白騎擋下去做解 那麼提的時候 白騎就拐過來 這邊黑騎應該不太可能斷上去弄解啦 因為 這白騎提過來 黑騎不好找解 這個 如果說 這樣子兩步 擋完再擋這個的話 那麼 右上白騎扳虎 之後再劍進去 這局部還是可以活 所以 這個 那等於說 你這樣找解 被白騎這邊薅掉了 那不得了 這邊一提的話 整個提成一朵花 那麼黑騎提形太差 所以這個 黑騎應該是沒有結的 那也就是說 在白拐的時候 黑騎接住 那 那白騎再回來接 黑騎左邊出頭 那白騎再拖進角裡 尋求根據D 這樣應該是 比較 普通的一個進行 實際上斑完之後 它這個長應該也是稍差 因為主要是這個長完之後 下面白騎 就比較活動力了 這邊 可能就會有比較多一些利用 那如果說把它增吃掉 那就是 白騎利用少一點 頂多就引引針而已 可是 引針也未必是先手 因為白騎就算跑出 黑騎可以一路打下去 所以 也引不到這個針 所以 這樣就差多了 那 它後續的進行 這白騎靠在這邊 蠻 蠻飄逸的 它拖的時候 利用白騎靠在這邊 稍微有點 沒看懂 反正這個 也不是這邊要講的重點 重點是說這個打吃就對了 好 那左下定時這邊 我稍微 下的不是 不是說那麼好 這個 好像稍微記錯了 這邊 鐵完之後 我不是二路斑 它這邊下的是單拐 不過拐完 其實它也是回來斑 其實換個次序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那麼 拐完斑 黑騎跳出頭之後 白騎就脫線了 又下去地角 所以說我這邊 斑完之後 還是應該拐這個 那這邊就等於跟剛才一樣 不過我實際上爬 應該也還行 勝率差不了多少 不過靠完之後 它也是推薦我 應該 不用挖 其實就長頭上 那 黑騎後續 沾完拆一個 這邊稍微進行一下 不過我實際上這個挖 反而勝率也稍微高一點點 不過 就應該就是都還能下吧 只是說 最 最好的定時應該是貼完 這個黑騎跳之後 白騎跳出頭那樣子 那其他的定時 就可能算可下吧 那黑騎這邊 他實戰這個打勝率 明顯 又讓白騎上升了 所以 他這邊應該還是下這個 那我 鐵柱他在虎或者飛 這個就不知道了 假設虎吧 那 白騎 打掉 不知道打不打得到 這個我就搞不清了 但總之至少 黑騎至少 是應該這麼下 然後拆一個出頭吧 這樣子肯定比較好 實際上送吃我三顆 自己又留下 兩個斷點 這明顯不好了 那這邊決議是推薦我 我本來想問左邊怎麼打 但是他是先推薦我 斷下面這個 那黑騎一路打出頭 這邊我不知道黑騎 我要是黑騎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 左邊想要大圍一波 但是這個下面就可能 要稍微受攻 而且大圍一波 也會比是死地 這白騎碰進去 還是很有味道 這黑騎其實 讓他再多圍一手 也還是有點不好圍 你要圍在哪 這不管怎麼圍 感覺這還是會有味道 所以 其實決議的推薦 是叫我先擺著 這也是一個思路 讓你多圍一手 你反而也不好圍 你沒圍成死控 那你控肯定不夠 這也是蠻有趣的想法 那這邊就如我實戰所說 我藏這個不太好 我藏完之後就後悔了 被他這邊加補一手 其實我這邊應該立刻貼出 如果照他的黑二這樣 這樣尖頂的話 那 板中間 黑騎跳 直接被靠死 這個我看不懂 決議在下什麼東西 他直接四顆這樣被人家吃掉 這完全是 非常蒼白 硬 硬凹也要凹出來 至少比較有得下 但至少白騎是應該把這個藏出來 實戰藏這邊雖然也OK 這邊是有根據地 但是黑騎就比較緩過來了 那麼後續我這個地方 有一個騎是這樣勝率的 就是 先講一下我這邊單照住的時候 決議他這邊變化 他是推薦黑騎 去這樣貼完還是貼了 不過他這個白六我是看不太懂 因為白六這樣子長被人家跳出去 雖然說這樣子下白騎也是不錯 這整個都吃得很厚 然後這黑騎也只是單關討出 也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我看白六這樣貼住去吃他應該是可以 還是說這邊有什麼騎 我漏看了嗎 大家也可以幫我再補充一下 也許我有漏看 還是說這樣靠有騎 靠完這樣子弄 這樣挖也挖不下去 不過這邊有打 這邊有打要壞 也許是這樣靠之類的 可能是有味道白騎不見得敢硬殺 所以這邊如果說他這樣斷的話 我還是有一點點噁心的 這邊有一個靠的樣子 這邊我可能研究了沒有到非常深入 但總之這邊確實還是有味道的 但是其實就算把他放跑 白騎還是蠻不錯 因為就如同我剛才所說這一圖 黑騎只是單關跑出 那我這邊吃的蠻厚 上面也完全沒有厚薄問題 腳上有打這邊有打所以OK 但是我實際上下一步這個自補這一手 蠻降勝率的 決定就是說 你就把右邊走好其實就OK了 中間這邊沒什麼事 這自補一個確實 又把勝率掉回去了 像是他這邊如果藏進來的話 勝率又整個回到 沒多高的狀態 本來剛剛已經衝到95以上了 對 不過黑騎這邊沒有藏進來 這邊他要是先嚕一下 然後再走到這個拖 確實是比較好的 實際上被我擋回的話 欸 白騎勝率又拉回來 那麼之後 白騎就一直維持在非常高的勝率 雖然我後面一度以為 他中間圍得很大 然後就有點把局面接近了 但是其實也沒有 那我中間確實走得不太好 像是這時候我應該先打 問他說 你要造劫還是這樣站住 但是你這樣站住 我就算隨便一衝 這也破了很多目了 或者說 中間貼過來他也不大行 所以 我應該先打問他應手 那如果他還是要造劫 我就不用再走這個貼了 那麼後面其實我也可以怎麼樣呢 就是說這個不要長 這樣一虎的話 他要硬切斷我聯絡 應該是沒那麼容易的 這邊我應該是可以虎 那下面跟右邊 兩邊應該可以 所以 角兔三酷可以連回家 但是我實在就是給他 想說 領先不少 就給他吃了 不過 這還是算是稍虧了 應該看 看他中間還是圍滿大的 應該明顯還是虧了 但是還好在前面的優勢夠大 所以 他後面還是比較困難去翻盤 好 那是班淇 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好看